喂呀,你怎能看得出? Team Flash真是神通廣大 以下节目指标带主持人之个人意见,并非等同公众指标 观众有机会因观想品味有意,而产生期望落差 请自行参与坊间风平,作出适当期望管理 现在到了和大家一起报CW的时间 今次要讲的是The Flash第七季第五集 正式来说是第七季第二集 是否每集都要转两个版本呢? 一个是疫情下的杂数和原本真正的杂数 那集名叫做Fear Me 其实今集可以的 而且有那种The Flash那种脚 不是白痴那种,是刺激好看打怪物那种 虽然是这样,大家不用担心 今集依然有很多可以吐槽的地方 先赚了先吧 今集的故事结构不错 很多情节都是为之后的剧情铺路 也有很多对过往贵数的角色致敬 例如她有Grod的反小路头罩 Defo的露电波按摩椅 Berry也没有用她的新增能力 是爱啊,Berry 其实是有的,不过没有那么明显 现在是这样的了,你没有之前那么离谱 那就有进步了 正向思维,耶! 而且,Cecile今集终于都有用 还有,这个是观众提醒我 她说,这几集Iris好像没有那么认真 Holy shit,真是 这两集,认真的是Berry 不是Iris 事实证明,编剧之前是特意写衰她的 其实不是,是那个发型改变了她的命运 况且今集Iris死了 没错,Iris终于都死了 所以我对今集的印象更加好 今集一开场,Berry就很专心地重温上一集 去被女巨人Fuessa折磨的画面 你不跟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她是女人 真是对不起,我先别歧视了 喂呀,你怎样看得出啊? Team Flash真是神通广大 Berry就一直看,一直看 Iris就说,你去休息吧 Berry就说,一天还没捉到Fuessa 我是不会休息的 Berry,你好歹也是一个科学家 这是你上集用爱感化Philip的时候说的 不是我乱催的 作为一个科学家,难道你不知道 休息对处事考虑的重要性吗? 不过人家有超能力,我认识春呢? 上集结尾,说到Killa Frost和Katelyn 成功分开成为了两个人 他今集的解释是,之前Eva用Mirror Gun射中了Frost Mirror Gun里面的反光粒子就令Frost和Katelyn分开了 我印象中记得Berry那集是特意令Frost中枪的 说到最后,彩虹是Berry搞出来的 既然是这样,Berry你不应该惊讶 你之前那集不是说我已经预示到所有的可能性吗? 然后彩虹闪电就出现了 跌了个女人下来,暈倒在Berry身上 你就这样看好,那个是Berry的Marnora 不是喔,Teen Flash说她是神速力 喂呀,你怎么看得出的? Teen Flash真是神通广大 他又没有自我介绍就昏迷了 神速力之前都是在人的环境出现 但这个是现实世界 你怎么可以变成一个人类的形态出现呢? 不要紧要,他们是这样说的 他说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神速力 用这个形态出现 各位,解释了 今集的单元监局是SAC 我挺喜欢Cisco帮他改名的意识 是有The Flash那种锤 SAC可以制造恐惧 入侵人的心境 将噩梦成真 如果在噩梦里面 都可以做到一些物理性的伤害 Berry第一次和SAC对视 他在环境中看到Reverse Flash 然后被SALVATTA插死了 ZOOM就不知去了哪 一个永远被遗忘的间角 然后Berry在现实上醒 他真的被人插了刀 严格来说 SAC是可以把你吓死 这样看这个尖角的设定 其实挺吸引的 你会在想 哇,这样的Boss 怎样解决呢? 只不过是经过上两集的教训 我是不会有任何期望的 经过上两集 坊间已经有人把The Flash 改名 改为快碎盒 很快地说服敌人转头阵型的超级英雄 不过今集我会叫The Flash 另一个名字 稍后再说 Tim Flash 用了Grod的反洗脑头罩 再次和Zack 去做第二次的对视 Cisco和Frost 都要面对自己的恐惧 这一幕讲述了Frost 今季的主线剧情 Killor Frost恐惧被拘捕 而告发去的人就是Caitlin 而今集出现了一个新角色 女警探Cramer 刚好她就是要追捕Killor Frost 今次就来到Barry第二次的环境 她就看到Iris死了 很可惜我们看不到她死的过程 不过 总之你知道她是被Barry害死的就可以了 还有Cisco 妈妈Lora也死了 Joe Cecile 你害死的人不计数 Philip Will 你的恐惧 怎会害死那么少人 明明你现实都害死了那么多人 对不对 都不知道死的那个 其实是Nora 还是神速力 如果说是Nora 我觉得会更合理 但是我知道 剧情一定会说她是神速力 因为Flash 是绝对不会合理的 大家醒醒之后 就想要如何应付Zack Barry就说 没用的 我看到的幻罪 没什么特别 Zack的能力很强 我阻止不了他 可能Zack摧毁了整个城市 我什么都做不了 Barry 你不如改名做Self-doubt-up 你一时有爱之龙珠上身 用爱感化敌人 一时有Self-doubt-up上身 不停打击自己 你不要这样 我适应不了 然后Cecile 帮Barry做辅导 Cecile 这集真的有用 虽然她的能力很浮动 她的能力是随着 剧情的需要变强和变弱 Barry就决定 用Devoo的脑电波按摩椅 就把Self-doubt-up的脑电波放大 来取消 对Central City发射的恐惧电波 但是又不知为什么 那个仪器又会迫到Barry的梦境 我真的不知为什么 总之 最后Barry 就是要用爱 去战胜自己的恐惧 才能够将Central City去拯救 What the fuck 是爱啊Barry 最后我不知道事情是怎么解决 Self也是挥一挥手地走去 其实这两集的奸角都是 出来有一天手就走了 再不是就是你被人感化完 然后就死了 那Team Flash 有没有解决过问题呢 然后剧情急转直一下 突然之间Barry就跑去冷冻疯 阿妈Nora 不是 是神速力小姐 就说出Fu Ezra和Syke的真正身份 她说 They are just like me 全集完 我说你怎么搞错 你说得一够够 不知道你说什么 但是 这部剧真的是这样做 除了《The Flash》之外 我还有拍《Superman & Lois》的分集点评 有兴趣的话 记得去看 你没有兴趣都可以看 好看啊 看到这里 大家都是真朋友 想看更多剧集的review 记得subscribe 每逢星期日都有废话 10分钟 和大家说下剧心得 如果有什么留言 欢迎在下面楼下 还有记得like and subscribe 拜拜